看到國際間的罷工行動 其中加拿大西部太平洋沿岸 有七千五百名碼頭工人 為了要爭取薪資福利 發動大罷工 將可能會影響到家國四分之一 貿易產品的輸送 另外美國洛杉磯以及局勁 兩地有數千名飯店勞工 也展開了罷工 要求資邦提高薪資 國際碼頭及倉儲工會為了港口 自動化外包業務影響 工會成員工作權以及通膨影響 工人實質收入等問題 因因屬哥倫比亞省海事 雇主協會爆發的勞資增益 演變為加拿大三十年來 最大規模的港口大罷工 西部太平洋沿岸在罷工範圍內的 港口有全國業務量排名 第一的溫哥華港 以及排名第三的魯伯特王子港 加國四分之一的貿易商品輸送 必須透過這些西部港口 每天處理的貨運額高達八億 加園 經過三三小時不間斷的會議之後 勞資雙方二號晚間呈短暫休息 並準備三號一早重啟談判 工會領袖在談判前 向媒體表示 疫情期間港口破紀錄的利潤 是工人犧牲奉獻所換來的 並警告聯邦政府 不要干預談判 加拿大碼頭工人選在國慶日當天展開大罷工 無獨有偶的美國加州洛杉磯和局勁兩地 數千名的飯店勞工 在工會United Here Local 11的率領下 在七月四號國慶假期最繁忙的週末進行大罷工 要求資方提高薪資並增加福利 工會在聲明中指出飯店的員工 包括房屋 洗碗工 廚師 服務員 行李員和櫃台人員等 難以負擔他們工作所在城市居住所需的開銷 而且即便目前飯店業的利潤正在飆升 但許多人在COVID-19疫情期間其實是沒有工作機會的 工事新聞網紅編編譯